大家好,欢迎回到宋书新宇 刚刚看到一个消息 在俄罗斯靠近乌克兰的比尔格罗德 发生了一起军营的滑变 或者说是枪击事件 可能是在对新兵进行射击教练的 在教育射击训练的过程中 有两名军事人员开枪 俄罗斯自己说是杀死了11名的新兵 还有十几个人受伤 那外边报道可能有20多人死伤 20多人被打死 这个位置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这地图 黄色的就是在乌克兰9月份以来的攻势 陆续收复的领土 靠近卢干斯克的东部 这些颜色的是被收复的 蓝色的还是乌克兰的战斗部队 红色的是俄罗斯的战斗部队 这比尔格罗德就离得很近 就紧挨着乌克兰边境 在这位置 具体是哪个军营的设计场 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 比尔格罗德人口不算太多 但是一直是动员向乌克兰进攻的前线之一 那么他和乌克兰有比较漫长的边境 那么之前曾经发生过乌克兰的直升机 深入到比尔格罗德轰击一个油库 并且成功返回的这么个案例 这一次说不是乌克兰干的 乌克兰自己人都说 把俄罗斯自己人都说 是别的加盟共和国 他们的人干的 应该是来的射击教员 看起来的报道 应该是在射击过程中 能触摸到枪的人 突然对这些正在训练的新兵开火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当然了这些新兵也是战斗人员 他不是平民 所以他不是一个向平民开枪的这么一个事件 那这就是俄罗斯军队内部的问题了 那当然说 一次性的被打死打伤二三十人 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斗中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但是在没有发生战斗任务的过程中 乌克兰的发生 就是俄罗斯发生这样的这个检员 证明了就在整个苏联前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内部 就俄罗斯周边这些小的兄弟国家 板战情绪是很高涨的 那么过两天 我们会持续再做一期 就是根据微星图片 看这个各个口岸 俄罗斯的这个车辆的情况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